嗨 小伙伴们大家好 说学逗唱的哥哥来了 请别忘记订阅我并按下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2006年年底 35岁的郭德纲和于谦 高峰 李京四人一起 在天津举行西河门拜师仪式 郭德纲先生在西河大谷这个门户师城的师父 是金连韵先生 也就是金连生先生 金先生当年在说郭德纲先生的同时呢 也同时收了其他三位弟子 他们分别是于谦先生 李京先生和高峰先生 那么金先生也分别给他们取了一名 郭德纲先生呢叫郭增福 于谦先生呢叫郁增禄 李京先生叫郁增瘦 高峰先生叫高增瘦 四个人连起来就是福禄瘦瘦 此后郭德纲开源说书 也陆续开枝散叶 收了评书弟子 他究竟有几位评书弟子 徒弟们都是谁呢 本期说学逗唱的哥哥就来讲讲郭德纲的评书传人 那么今天呢 郭先生在这里要收四个弟子 他们呢 依然呢也是要由郭先生给他们字 他们应该接着办写字 刘景天 这是大家熟悉的大义 李景林 这是郭德纲 第一次收评书门徒弟时的情景 不过当时收的四个徒弟刘景天 李景奇 李景林 郭景明 这四人当中 刘云天后来随着草金和德云社反目 郭鹤明私自跳门 后来被郭德纲倾出家谱 这一次收徒谨剩的就是李云杰和李云天了 先来说说李云杰 到后来孙夫人难免愁将死是永别西川 汉中王 李云杰是郭德纲的双料徒弟 相声门里是郭德纲的云字科弟子 西河大谷里 李云杰一名李景林 李云杰原名李伟 看李云杰的外形 很难把他跟京剧轻衣联系到一起 但是他一亮嗓子 大家多半会想 这是专业的吧 李云杰曾拜杨静明学习相声 后又拜郭德纲学习太平歌词 现在李云杰在相声舞台上为孔云龙捧根 评书方面则担任德云书馆的队长 我知道 我跟你说我们单位就有这么几位 外号叫钢铁侠 我听说有人习国托转下历 你现在还健在 这位还说 我听说春节放炮 这位真是多哉多难 可是这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接下来我们说说 和李云杰一起行拜师礼的 另一位评书弟子 李云杰 李云杰本名李根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系 打得一副好版 2005年的春晚 李云杰曾为郭东霖 牛力的小品 男子和大丈夫 贴板并说唱 不过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哎呀别吵了 别吵了 太欺负人了你 你 你什么你 猪板一打我欺负你 我 我什么我 猪板一打你就上火 嘿 嘿什么嘿 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 哎 怎么还有我的事啊 你说什么 我是说 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 肯定吹 进屋进屋进屋 我还打个板啊 来来来来 带了 这事闹了 我来什么都有 打板你能打得很热闹吗 能啊 我们愿意看那种 跟杂技似的那种 把这关就有事了 李云天随郭德纲学习评书 一名叫李景林 如今李云天相声舞台上主攻斗梗 搭档石爱东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 但在德云社也算是个腕了 一山而建 三面靠水 一面靠山 山脚之下有水寨竹城 竹城上有装兵把守 竹城下有蓝锵锁角到绝湖王 有人进城 必须通知守城人 我去的时候 坐了一只小船 船头上站了一人 此人拿起一张弓 搭上一只包头响剑 射进竹城以内 只听得 叉叉叉一声铜锣响亮 支妞妞水寨竹门开放 那真是 浩泡一声震灸 小大队人马四海潮 将农开放下 商与马四北海中水 将冬签进 五百岁张其烈烈 拼在空 郭德纲在第一次收评书门徒弟之后 陆续又收了几位弟子 一位是刘鹤春 另一位就是颜鹤祥了 刘鹤春是郭德纲 向上门赫子客的徒弟 是山东宾州人 本名刘春华 以前学美术 后来到北京打工 曾和张赫伦一起当过保安 2006年考入德云社 学习相声和评书 2015年时 刘鹤春曾因感情问题 暂退德云社 一度出家 一年后又重新回归 杜鹤春的平地是汪汪 千刀万挂无瑕场 李温也是个沉默制 他们是战龙下天堂 说什么正下天堂 古王看来也平常 赐去捷来的冰火将 带领人马翻大堂 唐使的江山鬼故障 奉你的椅子并肩王 江山墨椅子并肩王 旧的榜又见五光 人心不足舍吞向霜 雪一眼囊 见太阳错终 唤有错来往 君臣一路好商量 李明大马 当 藏 刘鹤春在西河门的名字 叫刘景华 如今的刘鹤春 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相声风格 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刘鹤春天堂 哈利波特是个美少年 颜鹤祥壮壮 郭德纲对颜鹤祥在评书上的成绩很认可 但是颜鹤祥败在老郭西河评书门下 还是全靠郭麒麟 我呀早就想跟我师父要一个西河粉书的这个意思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找我师父要一个 因为我不会唱 也不会不会唱 不能唱两句 咱就鼓啊 咱说咱不会 我老说你这个基本的这个你都不会 你怎么好意思去要个字 哎 这时候你就看出咱棒着哨班女的好 我把这个事呢 这个出去商演啊 我跟郭今天那时候还睡一张房 不是 我说这个千万不要摸住 我们郭其林那时候还睡一个屋 除你跟我师父商演 睡一屋也是标签 说一屋也是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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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督商初级一顿都给听大吵枣 一顿都给听大吵枣 都给听大吵枣 我们郭其林啊 哎呀 睡一个屋 我把我这小子 侧面就跟郭其林说了 严和祥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 毕业后一边在中国移动做网络工程师 一边在德云社说相声 2009年 严和祥正式拜师郭德纲 成为赫兹克徒弟 几年之后 又在西河评书门再次拜师 得名严景渝 严和祥在评书上最有名的作品 是刘汉陈之死 他创作的评书 《我时和我社》 也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作品 除了上面说到的吴迪 郭德纲西河弟子门下 还写着高小潘的名字 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会感到有些意外 高小潘现在是相声团体 嘻哈包袱铺的班主 在相声的师程上 高小潘的师傅是冯春林 师爷是相声名家冯宝华先生 算起来 郭德纲和高小潘 都是相声的第八代弟子 算是平辈 高小潘又是如何成为 郭德纲西河大谷的徒弟的呢 其实这两人很早就认识了 这一场呢 是郭德纲说唱封场 2003年 18岁的高小潘北漂闯荡 他干过司仪 当过推销员 还组建过北京青年相声剧团 没多久就解散了 那时候的德云社也寂寂无名 在北京潘家园的一个小剧场演出 条件简陋 没什么观众 郭德纲后来回忆 当时来了两个年轻演员 其中18岁的豆根 叫高小潘 他之前不认识高小潘 但是两人一说起师诚 高小潘的师爷是冯宝华先生 是天津的相声前辈 人品极佳 有口皆碑 老郭幼年时也曾受教于冯老先生 于是郭德纲就留下了高小潘 高小潘在德云社干了一年半 当过报幕主持 也说过开场相声 还和郭德纲同台演出 也算是共患难的交情 后来高小潘离开了德云社 和郭德纲好聚好散 再后来德云社遭遇风波 缺人之际 高小潘受郭德纲的邀请 还曾短暂回到德云社 帮了一段时间的忙 高小潘两进两出德云社 和郭德纲算是一师一友 23岁时 高小潘创立嘻哈包袱铺 郭德纲热情地送上祝福 虽然高小潘离开了德云社 但德云社众人跟他关系很好 岳云鹏 张云雷与他私交甚堵 就连嘻哈包袱铺的金飞 陈希等演员 和德云社的孟和堂 周九良 都是极好的朋友 高小潘和郭德纲 也是为了亲上加亲 相声上两人是同辈 年纪上相差有14岁 于是高小潘就在西河平书门 拜郭德纲为师 但是没有按照警自备来排备 没有一名 当时郭德纲说过 这个相声界 他是案件起同行 你对这个圈子是怎么看的 我没明白什么案件起同行 可能是这个案件 就案件商人的这个案件 来自于同行 那你觉得这个圈子是这样吗 是 竞争激烈 竞争很激烈 因为我们的个体 我们是 就是我们的意识决定行动 就会变得自私 那么到了解放以后 侯大师改变了很多的东西 没错 那么但是还会有遗留的 有遗留 我们相声界就会有它的略根性 它没有文化 很多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会难免自私 那么自私就会有所谓的案件商人 首先来说 如果说很开阔心胸 或者各方面的事 我觉得这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无所谓 高小潘还和相声圈的各派势力 关系都很好 堪称社交达人 2012年高小潘 磕头拜师盛杰为义父 师盛杰是郭德纲的诗书 2015年 在冯拱的提携下 高小潘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演了小品 小棉袄 高小潘和曲艺协会主席江坤 也是忘年交 也参加过江坤带队的巡演 在高小潘的经营下 嘻哈包袱铺 是相声界首个融资成功的团队 目前拥有近百名演员 在北京有四家小剧场 每年有两千多场相声演出 还涉足影视综艺 是相声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2015年 高小潘出版自传 别怂 郭德纲为他写了序言 郭德纲对高小潘的评价很高 而高小潘 则是在自己的这本书里 对郭德纲美誉有加 两人一直就是互夸模式 逃离芳飞 离花几样 怎比我指头唇一脑 少妖艳哪 离花几样